太离谱了 宰相的妻妾居然比皇帝还多 一直喝母乳活到了104岁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如此长寿活到104岁的人啊 就是西汉时期非常有名的宰相张苍 在那个人们普遍寿命都非常短的时代 张苍却足足活了100多年 甚至到了让帝王都十分羡慕的程度 古代有权有势享受着荣华富贵 锦衣玉食的人非常多 但像张苍这样寿命如此长的人啊 却很少 所以张苍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神秘色彩的人物 那么他究竟有着怎样传奇的一生呢 首先他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癖好 就是喜欢喝母乳 众所周知啊 小孩子基本上在一周岁左右就会被断掉母乳 可张苍竟然一辈子都在喝母乳 这事即便放到现在也让人无法理解 虽然他这个癖好听起来有些变态 但他却是一个非常有学识的人 可谓学富武车 张苍啊从小就博学赌智 勤奋好学 他不仅学习努力 还有着极高的天赋 精通各种诗词歌赋 并且在音乐和书法上也有着非常高的造诣 所以啊他通过自己的努力 成为了秦朝的一名官员 但没过多久 张苍就因为犯错逃避惩罚 而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在老家过了一段安稳的日子 后来秦朝灭亡 时居动乱 他投靠了刘邦 成为了刘邦的谋士 一直为刘邦出谋划策 帮助刘邦征讨天下 为刘邦成为皇帝 付出了巨大的贡献 所以当刘邦成功的坐上龙以后 就给了张苍宰相的位置作为奖励 所以说张苍这个人啊 还是非常有本领的 张苍在坐上宰相这个高位后 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 专心经营自己的宰相之位 谋取更高的权势 沉溺在荣华富贵中 而是致力于提升自己 将更多的心血放在了音乐上 专心钻研音律 他还为朝廷培养了很多的人才 对待刘邦非常忠诚 一直尽心尽力的辅佐刘邦 除此之外啊 张苍对法律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对于立法也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 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这可能因为张苍是寻子徒弟的缘故吧 也因此他得到了很多人的敬佩 许多人都争先恐后的 想要成为他的徒弟 在当时啊 他有着极高的声望 可张苍并不贪恋权势 做了很多年的宰相之后 他厌倦了朝堂 就向刘邦告老还乡 辞官回家了 但是啊 张苍这个人 还有一个非常惹人争议的点 就是他娶了很多的妻妾 这些妻妾加在一起 足足有一百多位 甚至可以和皇帝的三公六院相比 也正是因为他有这么多的妻妾 他喜欢喝新鲜母乳的癖好 才可以得到满足 因为总是有年轻的女子 进入他的府中 为他生儿育女 所以他也能喝到源源不断的母乳 也不知道是否因为常年喝母乳的原因 张苍看起来啊 要比同龄的人年轻一些 后来张苍的年龄越来越大 牙齿甚至都掉光了 他每天啊 就只靠喝母乳 来维持生命 一直活到了一百零四岁 才寿中正寝 成为了历史上寿命最长的宰相 虽然并没有研究可以证明 母乳能延长人的寿命 但是母乳的营养价值 却是非常高 张苍如此长寿 能够活到一百零四岁 肯定也有喝母乳的关系 仅仅是一名宰相 却有着和皇帝一样多的妻妾 还如此高寿 着实是令人羡慕了 好了 今天的历史知识啊 就讲到这里了 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 再见